Hello, 歡迎大家回到港民環節 關於港民方面, 其實在幾天之前 大約十天之前 網上流傳了一段閉路電視的影片 關於榮華的廠房 在餅房裡的大型焗爐發生爆炸 整個金屬門炸得開 整個畫面都灰塵滾滾 幸好這次沒有傷到人 但其實那段閉路電視的片段 也拍到剛剛是一個 老工人巡視完之後 走開了大約五六秒 已經爆出了 這件事現在發現 媒體去跟蹤報道 也去問消防處 或者警務處有沒有收到這個消息 消防處那邊都是說沒有的 而記者當然也去調查 知道當日其實都沒有去通報警方 或者消防處 但是消防處看到這宗消息 已經回到榮華去查 所以有這樣的新聞 幸好沒有傷到人 為什麼呢 嗯 有時候消防處是會主動調查的 是 但是機會比較少 因為多數大家都會報警 這些狀況 今次不知道榮華自己有沒有報警 據報是 如果消防處記錄說沒有的話 那就不會有 可能今次就是主動調查 消防處其實都有查案 他們都有特險隊的 但是主要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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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會跟警務處一起合作 然後去 去 飛行車場那邊打紅油 那麼今次就 另外呢 就是消防官去巡視 我想今次就是 那其實呢 今次也就是 媒體也都訪問了一些 業界相關的人士 就問 其實為什麼無端端會這樣炸到 九彩的樣子呢 那現在就是 懷疑 就是 裡面會放太多的 就是因為這個是焗爐來的 嗯 就是裡面是 焗一些食物的時候 就是會不會太多水分 或者太多 就是 就是 再加上老化了 當然是 就造成這個事故 那這個當然是 就是 就是 估計而已 那麼現在 因為他沒有報警 那麼現在調查 也都 即是 不一定會公開這個 這個資訊的 所以就是這樣了 就是我看到 因為這個 這個消息呢 我去 剛剛去看的時候 我也有看那個CCTV的那個 那個片段 就是 那些截圖而已 那麼 其實那個片段 我看到就是 真的很 很牙煙 那一刻 因為真的 他看完幾秒之後 就已經 已經爆了七彩 就是說 是 五六秒左右 走開了 那就已經是 爆到 就是 門都翻了 飛開了 那些東西 所以就要 小心安全 特別是現在 多了一些 工業意外 或者 當然 工業意外 之前是說建築業相關的 但是 這些都有它的危險性 嗯 其實香港 比較少出這種狀況 嗯 因為香港 都抓緊的 這些東西 但是發生了 就發生了 那這個就沒辦法了 那你唯有就是 事後調查 然後找個成因再說 但是一般來說 這些 大型工業設備 應該每年都會檢查一次 是 反而檢查完之後 都會有意外 才會被人覺得 那細 正如 正如MIRROR這件事 那樣 洪工那條鋼纜 其實是 你每一次搞演唱會 都要換一條新的上去 不會有老化情況出現 嗯 譬如說 1月搞 A演唱會 2月就搞 B演唱會 A演唱會 用了一條鋼纜 在A那場完結之後 就無論如何都會換一條新的上去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出市 才更難搞 那同樣地 香港其他地方 包括這些 焗爐 什麼 都應該是有 檢查清楚 檢查完都會爆炸 才出奇 但是你說會不會爆炸太多 或者 水分太多 我覺得那個關係程度 就少一些 你不如說粉塵爆破 但是你說 食品太多 會不會影響到它 我覺得 嗯 主要看它 如何說 食品太多 它這麼大的爐 我想食品多一點 都不會很嚴重的 如果太多的話 應該直接連告都會發生 對 對 所以 看看它之後 會不會有更加多的消息 所以大家都注意安全 現在我真的見到 多了很多相關的 意外 事故 就是 之前一直去 持續新聞 都一直有 所以大家都小心一點 來到第二件 就是 說關於 政府去研究機制 就是關於醫護服務 就要在一些公立醫院 規定 去 工作一定的年期 當然 這件事其實是說 在施政報告那裡 都說要增加個人手 或者更加多的 就是要挽留 一些醫護人員 在公立醫院 或者公營機構裡面的人手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直以來 公營機構的醫療人手 流失都頗多 而最近就是說 要服務一定的年期 當然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一出的時候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 林蕭志 昨天在電台節目裡面說 這個政策是不適宜在本港實施的 為什麼呢 因為憂慮本地專科醫生 和海外回流的醫生 如果有這個捆綁期的話 可能本地醫生 就不如考慮去外國升學就算了 影響到修生 最重要的是 他的意思就是 無法幫助挽留到當中的人才 這樣 就有這樣的消息 我也很期待他們去海外升學 那些打壞醫生 怎麼說呢 在香港才賺這麼多錢 出到外面就不值錢了 他覺得外面開心的話 就出去開心了 就是 客觀來說 強制服役是怎樣都不理想的 但問題就是 過去 二十幾三十年 每一次問醫生意見 就是 你覺得要怎樣改善供應醫療 供應醫療 就個個都沒有什麼好方法 除了只是講家人工之外 就沒有好的方法 二十年來說 怎樣問你 增加供應 怎樣增加人手 你又不說只是講家人工 那你家人工 那好吧 然後就連年都加了 連年都加 你的流出率都是這麼高 那他問你又有什麼意見 你又繼續說家人工 就是 每個醫生 一出畢業 就希望年薪過百萬 那就是 你這樣搞法就搞不定了 那就是 你一是出去賺食 你一是真的出貨就賺食 一是 一來這個強制 雖然是不理想 但是現在是一個叫做指洩方法 二來就是 政府現在除了這個短期措施之外 還有一些叫做中長期的計劃 包括就是 放寬海外醫生 這樣就進來 那如果你覺得 強制服役這件事不理想 那你跳出去的話 那不緊要 海外醫生有很多人想進來 是 因為香港的醫療市場是偏高的 那 幾套聯合權打下來之後 那你說整體來說 醫療質素會不會有下降呢 那就 怎麼說都好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那 但是相應來說 雖然你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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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質量可能會下降 我們叫上限可能會下降 但你整體供應量上升了 那已經贏了 很多的病痛 都是 雙風感冒頭痛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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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實 出包藥就完成了 如果 醫生肯做的話 那就固然最好 如果醫生不肯做的話 你說 是不是可以找其他人去頂這個位 我覺得那個難度也不高 因為 實際上來講 現在很多人去看醫生 都是為了看醫生 都是拿醫生紙而已 哪個雙風感冒真的會去看醫生 就算是做了 對 也有人問起 五十元神醫 藍田 你說藍田 藍田五十元神醫 你有沒有聽過 這個我真的沒有 但我知道 有些是很便宜的 但我不知道是藍田 藍田五十元神醫 在小弟讀中學的時候 仍然有服務大家 但是 在現在 就不知道 可能神醫覺得自己 這個內功大成 就可能加回少少費用 又好 還是叫做 醫者恨臨 出足遊歷四方都好 就應該沒有在藍田裏做 但這個傳說 我想就在整個九十後 或者八十後 甚至零零後 會共同回憶 因為 因為是每次一家 還有 神醫是中醫來的 我可以這麼說 而中醫那件事 就是我學校 最終我學校是承認中醫醫生子的 其實這些坊間神醫都很多 有些神醫可以200元 200元 是最高價的 放心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不用出藥 神醫把蜜 就可以幫你治好 把蜜簽的治療 這些就靠大家發掘一下 不要大家問 他沒有做 固然就沒有做 如果他有做的話 我也沒有阻礙他去找食 還有我個人 沒有請過病假 這個全部都是 那旁邊有同學 或者有朋友請過 這個是他自己的事 那我自己沒有用 那就不妨礙他去找食 那我想回 可能我以前沒有特別去看 因為以前中學的年代 可能那時候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那些規例 特別是 那時候已經去到 中六七的時候 就算是不回來 可能是 家長單腥已經好像沒什麼 已經可以 那樣 但是現在當然要醫生子 就是他能夠整理 一些 因為我學校就比較出奇 有些人是可以請假 請了大概整個學期的五分 一、六分之類的 那些 就是說 學校請假有數字 當你請假20天以後 你無論請假也好 還是病假也好 你都要開家長證明 或者醫生證明 那甚至是 請到一定年底之後 你事假也不可以請假 可以請病假 那你就要有醫生證明 那但是 哪有那麼多醫生證明 那所以就有神醫的出現 那就是 講回現在 政府對醫護這個要求 我在Facebook 或者一些討論區看到 當然是 做醫護的 當然是一片反對之聲 那但是 我又覺得 這個 零宵志就說 會影響到本地醫學院收生 那這個我就 真的不覺得 現在至少我看到 每年 講的一些狀元 或者在公開試 效得很高分 其中一個 很大的 想入的科的資源 都是醫科 那我看到每一年 幾間有開設醫科的大學 都是數以百計去開設這些位置 那所以 你說 是不是真的 很影響到一些人 立刻 就不在香港讀醫科呢 那我絕對覺得不會 始終他也是一個 在香港或者不同地方 很受影響的專業 而且都很多 新生學子 就是 爭著進去讀 這樣 那所以 你說 影響到很多人 但是我覺得 要解決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都是要引入一些 外地醫生 或者內地醫生 就是 外地的意思就是 香港意外 包括所有 那 但是 當然這件事 又會 有一片的聲音 會反對 但是現在 如果要長遠解決 都不能太理會 那麼多 那就是 那一句 是香港才會 那麼變態 變態 醫生的收入率 那麼高 就是 計算過 之前有人 就 樓下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村屋打壞醫生 那些公屋那些 那些 那些 領展開那些 那些都起碼代三十 那你兩下 那些都代三十的話 那你出道去更加 代一多 那現在 叫你偶運出來 那就是 三十萬月新 變成十五萬月新 二十萬月新 那你覺得 不可以的話 那 沒有辦法的 那就 就 就 他可能出去找到更加高的 但是我可以說 只有香港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收入 還有那個要求 才會這樣偏高的 其實很多的海外醫生 都 不是收得那麼高 甚至海外醫生 都沒有那麼大權 就是護士 可能跟我們同級 就是 對於國外觀念來講 分工不同 對於國內來講 主要的增加供應 就是 毛澤東做的最偉大的事 就是培養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的水平 其實就不是很高 甚至很低 因為他只是有醫療傷風感冒 但是赤腳醫生 一出中國的死亡率 或者人工受益率 死亡率就下降了 人工受益率就上升了 那這證明什麼 醫生其實 他應該是一個 大規模生產的廉價職業 但是如果你說 一直都行精英制 好不好 給得錢看當然是好的 給得起錢看 一定一定是好的 但是問題是 現在很多的情況 就是香港市民看不起醫生 看不起私家醫生 那你去攻擊醫生 然後逼爆了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大家的數目都要找到 如果醫生覺得不滿意的話 那就祝他前程自錦 但是我覺得 即使是出了這個 強制服役也好 還是什麼都好 都仍然會有很多人 投給香港醫生這個市場 因為實在太有錢了 是 你剛才說起 當然毛澤東年代的時候 我想起最近 就算這幾年我看新聞也好 都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有大病 你才去省匯級的醫院去醫 如果你是一些比較 鄉村地方的 其實他不需要 承擔著這麼高的醫療 無論是設施 或是人才等等 而香港現在 其實都 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無論如何 醫生質素越高越好 赤確醫生的年代 合理分配 如果做得更好 就做得更好 至於香港 其實大家本身有這個基礎 其實醫科生 雖然說收藏精英 但是工業化的年代 哪有真正是精英 個個都是工業流水產品 你不要玩我 你每年都畢業幾百個 的精革鬼 是不是 那你每年都 我當一間醫學院 你最多收80個 好嗎 那條數我沒有查 是九個 但是80個 好嗎 那你一年都80個 那你十年都800個 那你有甚麼可能是 那你這幾十年加起來 加起來 你還有幾間學校 加起來 其實那個數目一定是足夠的 但是他們就是 壟斷價格 因為一些專業性比較強的東西 它要壟斷很容易 就是它寧願 那兩個月不賺 我也不會調掉價格 那這個是 資本的趨勢來的 它寧願不供應 或者它寧願這個產品過程 然後把廠商放在倉上 即是那些工人 即是資本家寧願 寧願把牛奶倒在地上 他都不肯賣 便宜價賣給你 否則掉了價格 怎麼辦 讓你發現原來可以這麼便宜 怎麼辦 那這樣便宜 那這個狀況就是 一直持續的 那香港人都一直持續的 那麼現在這樣做 那它一定有大批反對聲音 但是呢 同樣地 那麼我們又要 抽出來看是什麼 就是 資產的今天軟弱性 和妥協性是很高的 它會反對 它不會反對 即是如果它有這個本事 反對的話 即是可能大家會 因為受制於 很害怕很害怕 就可能會 安撫一下 好吧好吧 幾百萬幾百萬 但實際上是什麼 一個貪圖安越了 這麼多年的醫生 你很難叫它 再去捱苦 即是收30萬一個月的醫生 你說收十幾二十萬一個月 他可能會回來 但他都不會想過 收萬兩兩萬的日子 所以到最後 都是妥協的 所以他說什麼 去海外升學或者就業 都是我的句 祝他辭成此感 所以你剛才說的 赤腳醫生的概念 就像以前的狼鐘 江湖狼鐘 當然這件事 比輸入國內或國外的醫生 就更加難去處理 但是 但我也同意 因為大部分 現在醫生處理的問題 都是 絕大部分 都不是一些 真是很專業很專業很專業的事情 都是一些雙風感冒 頭暈生氣 蹲得起來 見頭暈那一對 所以 你說 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選擇 就是 怎麼說好呢 醫學生或者醫生 一定會說得很專業 說什麼 你看看第一個醫生 你不專業 你怎麼看到 你的雙風究竟是 真雙風 還是廢結核 但是 根據實際經驗 是什麼 大腸癌一開波 大家都以為是腸發炎 你如果不是看多幾次 甚至堅持照X光 根本也看不到 那些黃綠大夫說到自己 這麼重要 就是 我只會形容為 反正你是不是 都要過X光機 過時力共振 你才能確認到 所以你第一水 你反而不是想想 那些人要多麼高質 你想想 怎樣可以 用最低的成本 去處理 最多人普遍會患的病 那你說 如果每次都 拿一些特例出來 當常例 什麼雙風究竟關節炎 或者是一些什麼 什麼 漸凍人症 或者是什麼 紅棚斑狼瘡症 出來 那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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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的空間比較小 正常大家 大家經常會面對到的 病味就是 腸胃炎 腸炎 然後就是 傷風感冒咳 那現在可能有COVID 那就是這麼多 那你就是 隨便開了藥給我 那我自己 在家裡吃 那這就是 香港普遍的狀況 所以 現在都 等大家都要注意健康 現在看醫生都有點難搞 那 那 關於 香港現在 特別去 由金融峰會 今個星期的金融峰會 開始 之後有七人籃球 那就是看到香港 那個 大型的活動 都開始搞起來 那包括這個渣打馬拉松 那 渣打馬拉松 之前就 停辦了 那現在 第25屆的渣打馬拉松 就會敲定 在明年 2月12日 就開跑了 那 那 主辦的大會 就在昨天 表示 會有不同的組別 傳統的馬拉松 半馬 十公里賽 都有 25,000個名額 所以 而且今年 還會宣佈 獎金會加碼 說你三個鐘 或者三個半鐘 裡面完成的話 獎金可以得到一萬元 是過往的十倍 那 算是吸引了多些人 去報名 香港的渣打馬拉松 那 算是香港的後疫情時代裡面 去重新去搞這些大型的活動 沒有跑開那些 不要硬跑 太多這些案例了 平時沒有跑開的 為了貪得意打卡 走去跑 跑之前 在拍照 然後搞到推撞 人差人 又或者跑途中 發覺自己的新費功能不太好 都繼續要 繼續堅持 跑到最後 未必處死 但是就是要入院 這些就不理想了 我這樣說 所有堅持和自律 大家都成年人 很坦白 所有堅持和自律 只是根據兩大原則 第一就是健康 第二就是健康 是錢的 如果一些自律 或者堅持 不是因為錢和健康 的話 就建議來不太重 對 那就是馬拉松 其中一個 我也感覺到 今年因為重開了 應該很多人會過去 也有很多人會過 也有很多人會過 但是就量力而為 即是 不要跑步跑死 真的太悲催 我自己身邊都有 兩個人 就是因為這樣跑步跑死 即和我不是特別熟 我也有 但有去過鞠躬 那就是 人死有輕於鴻毛 重於泰山 因跑步而死 我不可以說這樣輕於鴻毛 但怎樣也一定不是重於泰山 這可以避免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量力而為了 那你平時有鍛鍊開的 跑開的 那你說 想參加這個活動 又提供得起 那去就無所謂 平時沒有跑開的 想體驗一下 都沒有問題 但是 覺得自己有些不舒服 就沒有停了 反正中途退賽都沒有懲罰 是的 中間還有很多的急救站 就是去幫你 或者去補給站 所以 過往 我從小到大 都一直有人叫我 不如你去玩馬拉松 我心想我平時跑都不跑 還要我去馬拉松 還要是很早 所以我每次都是遠距 所以大家要注意身體情況 不要因為疫情 一放鬆 然後就全部衝出來 因為 其實之前韓國離太遠 都是因為疫情一放鬆 突然說可以沒有口罩出來 然後才釀成慘劇 當然 渣打馬拉松 已經搞了很多年 搞得也很有經驗 但是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狀況 是的 好 那今天的講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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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